嘉義縣大陵國中附近 日前出現了將近百公斤的山豬 縣府洞保管制隊 獲報之後前往 竟然目睹了山豬 正在攻擊一名72歲的老翁 在眾人合作之下 及時把老翁給救出 而洞保隻在現場花了兩個小時 打了八發的麻醉槍 才捕獲山豬 老翁拉開掌門呼救 因為他被一隻山豬押住 驚險瞬間 一名男子拿腸棍攻擊山豬 試圖把人救出 我來給你救 我給你老翁 老翁想爬出來 不料山豬又繞過來 幸好兩名撞丁 互助老翁合力趕跑山豬 我怎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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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翁遭山豬攻擊身上滿是傷痕 這條是嗎 腳手 做我的要怎麼做 就是咬傷而已 一名傷者年約72歲男性 肢體受傷意識清楚 左腳多處的穿刺傷 左腳的大拇指也交山豬咬碎 這話還有其他人受害 加縣洞保管支隊的隊員們 在現場和山豬搏鬥 與山豬作戰 洞保管支隊隊員吹劍 廢了兩個多小時 山豬被打了八支麻醉才倒下 這超過六十了 耗時了兩個多小時 以及大約用了八CC的麻醉劑 才降該山豬捕獲 原來有民眾通報 位於嘉義大林鎮 有隻山豬想攻擊人 加縣洞保管支所 六號早上前往 要將山豬驅離 沒想到卻目睹 有人遭攻擊 幸好在眾人合作下 捕獲山豬 儘管老窩成功被救出 但一想到山豬攻擊人的畫面 還是會冷汗直流 記者張俊榮 黃耀明 許承文 嘉義報導